俄罗斯世界杯中国题材大数据,人均书652元,其中上海人书前最多著名主持人白延松说过,俄罗斯世界杯,中国除了足球队没去之外,其余能去的都去了。 的确,中国男足虽然成绩不行,但咱们中国足球的球迷,可是世界级的本届世界杯,虽说没有中国国家队,但赴俄罗斯看球的中国球迷可不少,中国球迷总共购买了超四万张门票,这排在所有门票消费国家的第九位,比西班牙、英格兰球迷购买数还多,很难想象假若中国男足能进世界杯的话,当场的中国球迷, 估计能呈现金库包场的画面不仅如此,热情似火的中国球迷,还在四年一次的世界杯中,对题材痴迷不已。 据新闻报道,俄罗斯世界杯仅开赛一周,全国题材销售达到了74.4亿人民币,而其中90%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的。 而一款互联网金融APP最新发布了一份,2018年世界杯中国消费大数据报告,里面的内容十分有趣。 在这份报告中,参与竞猜世界杯的中国采名,人均输掉652元,这当然跟本届世界杯频报了门有关。 而世界杯期间,单比竞猜支出最高的,竟然达到了15.47万元。 本次世界杯,看球多了一个标配,那就是小龙虾。 世界杯中,上海球迷最爱一边看球一边吃小龙虾。 不过小龙虾作为新近网红,依然不敌水果、烧烤和啤酒。 另外,钟爱世界杯题材不仅仅是男人,女人们也可,已不懂球但参与竞猜。 本届世界杯女性采名接近四成,全国女采名人均消费达到了778元。 而大家最关心的竞猜胜负城市,其中上海球迷最不会竞猜,也被调侃为为球迷最多的城市并且,上海球迷还是人均输钱是最多的地方,而杭州球迷则是少有的人均赢钱的城市,人均能赢12元人民币。 反正我是输为主,你们呢?